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就是说 钱宝芬 人民力量 钱宝芬很熟悉 又脱罪成功 要平 接着呢 有港独派 学生动员的人 又可以得到保释 香港什么事啊 今天一月18日 我们讲正经事先邀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受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钓钓 邀请大家 订阅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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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请你每天过来看看我 有没有影片出 因为有时候YouTube 未必推出那么多 我这样说 有些人就罵 哎 你好注重ViuSoul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什么都可以想到来烦我 你这些死人地产网军 但我不理你 我叫是我的责任 我就叫喽 首先我们真的要认真些说疫苗的东西 挪威死了29个人 香港01的报道就说 挪威只是叫了4.2万的人 就是4万2千人去做接种 已经产生了29个人死 如果 那个疫苗 向800万人去接种的话 就有5千 800人死了 如果以同一个比例 香港用这些辉瑞 或者Beyond Tech 这些技术的MRMA的疫苗呢 香港可能会死5千人 那就是是不是简单数学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挪威死这么多 但是挪威这样告诉你 就是在4.2万人 死29个 那挪威应该停了啦 不敢再打啦 那在香港 有700万人 那就是死5千人 我们现在香港有多少人中招呢 死了呢 我就记得不够200个的 就是说呢 我香港呢 现在呢 那些人中招死的呢 都不够 200人 但是现在的专家叫我们打那种疫苗 可能会产生 过5千人死的 香港死了163人 究竟这些疫苗专家委员会 是什么专家啊 老友 而且 你告诉我 有没有做 纯华人 数以万计的华人 的第四期测试呢 有没有找 OK 不要要求不过 你找二三千个华人 做纯华人的第三期测试 有没有纯华人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你们看别人的数据 看其他人种 去接受这个数据 你说别人的数据很完整 那为什么挪威那些你不理呢 四万二人死二十九 哎呦 我没得到挪威的数据 照推介 你推什么呀 你许树昌啊 恐凡繁毅啊 袁国勇啊 这些是什么人来的 老实实 很简单的乘数而已 四万二人 乘二百倍 八百四十万人 那如果同一个效应 有五千八人死 香港有七百五十几万人 和八百四十万人差一点点 那可能会死超过五千人 如果全香港打完 这个比例我觉得不可接受啊 你们是不是收了别人的辉税钱啊 还是你们是被犹太人控制啊 要搞人口灭绝啊 清洗啊 就是我两个时候 我这些是阴谋论啊 那些人说我何志刚说阴谋论不对啊 你现在是挪威死了二十九个 就是说可能挪威的人种 和他们原本在美国德国医院的人种 不是很对就死得这么严重 那我们呢 我们中国人那怎么办啊 可能更严重 没有数据啊 你看完那些鬼佬数据 去测试鬼佬啊 黑人那些 真的 不说那么多了 疫苗了 因为说得太多 有人呢 就投诉我昨天呢 没有说呢 新公务员工会的解散 是颜母舟的问题 颜母舟呢 当时呢 他在国安法呢 是通过呢 他就说要搞示威 要推动呢 反对国安法 接着呢 之后呢 颜母舟很大声说 政府不够姜 炒他 我就在想想 一个问题 就是呢 我们一位亲建制人士 梁振英座下 曾经的一个 新闻 的助理 冯伟刚就说 如果政府不炒颜母舟 就应该呢 要炒聂得权 喂 其实是真的什么都不行啊 老实实 真的什么都不行啊 现在这个政府 现在你处理疫情 你已经就是因为你 我都说多一次就是 你花了几千亿搞保就业 令到酒店不肯做指定酒店 那拖到保就业完了 保就业只是给了企业 有钱交租而已 那些业主就不肯减租的 整个保就业 花了几千亿 原来是用来阻止自己抗疫的 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要问责的了 那么现在 你指定酒店要十二月二十几日才开始嘛 接着卫生署做到一挪足的 没有跟踪的 那刚刚上个星期才去找 其他纪律部队的人帮忙 没有 在公众的过程中太多 我们香港人人都知道 现在你找那些专家 你又想我们香港人 拿我们的命来教票 就说他们说 觉得那些数据他很like 他看到很开心很高潮 那但是 你说看不到挪威那些我不理 你看不到就不应该做决定 好吗 那现在盐姆州 你念德权炒不炒呢 当中里面也有些立法会员要追究了 盐姆州 开了工会做了众筹 那些签是否全凹了 我想问 政府如何处理盐姆州 他说现在这四个星期内要签署 他是不是签署就可以 神议一身又过渡呢 是不是 如果 我觉得跟中央政府说一句 你的专家去抗疫的时候脑点 已经是不知所谓 接着现在盐姆州可能又轻轻而过 其实这个政府是应该真的要大 大执位的了 不是说去年五月炒了那几个废官 现在是整个政府这些团队 整个结构都要改的了 最简单的就是 不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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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多的权在秘书长里面 在政策稿上 那些局长就挂 做样子 有责无权 但是那些人都骂了 他们都骂了 那些公务员 那些公务员 那就是OK 他们不想参加文摘制的 那就再 真的跌下一级 是不是 各样各样 或者说 有些局长 还是公务员体系 什么都好 就叫他加入 是不是 无论怎么 現在香港這個制度就是 公務員做事是漏漏的 不行的 如果說起公務員 又有這些前公務員、前保分、港獨分子 得到那個裁判官彭亮亭去保護 現在就說了 當日被告一直坐在地上 未阻礙大部分交通公路 警方也能順利繞過被告而繼續進行 因此被告的行為指示對對方構成不變 即是說他一個人就不是很大顆 但是他是用一個 7月14日 他是以一個做了show的方法 在警方防線面前坐下 去拍照拿show 這個裁判官就不考慮 他是在做戲做網紅 希望搶眼球 奪取個人的知名度 而且他的示範動作 其實是根本擾外社會安寧 可能7月14日沒有暴動 所以裁判官就不能判他暴動 對不對 但是這個彭亮亭他什麼都不管了 他的確是阻礙警方 警方可以擾過不代表他沒有阻礙 即是香港這些皇冠 包庇公務員 錢寶芬是前公務員 公務員退休之後 就立刻搞港獨了 這個是公務員退休後 搞港獨的顯例 跟黃明平一樣的 現在你們這些司法的所謂裁判官 這些我都不承認 你們什麼都不是 你們是人渣 我說你們是彭亮亭 你就是這些皇冠 保護公務員搞港獨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現在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學生動員就是一個著名的港獨組織 現在又要給他 給予護照 然後他很高調 在一個甜心警署門口 就說我拿回護照了 多威威 甜心警署 你看一下 這個阿姐叫做何欣樂 就是是不是 那怎麼樣 就是現在是不是香港的司法系統 現在用各樣的方法 侮辱國安法 又給黎智英去保釋 是不是 現在 又給予護照 違反國安法的人 他拿著護照 是不是讓他走路呢 國安法究竟 是不是存在的呢 現在是不是執法體系 現在想潛踏國安法呢 當然我不知道 可能 警方為什麼會批准 是不是受到 其他司法部門的壓力 這些我就不清楚 我只是知道 不應該而已 說真的一句 鄉都搞得搞不 應該呢 其實就要評一下 這個海洋公園 不過我覺得海洋公園 現在改一個結構 那不是OK啦 沒有所謂啦 不過我覺得呢 他告訴你一件事 香港沒有自由行 海洋公園就死了 海洋公園如果 如果現在這個疫情 發展了一整年 大陸人已經習慣了 不去海洋公園 不去香港 要去 就去珠海的 長龍海洋王國 一樣有海洋動物體 海洋公園呢 現在打定輸數 想做本地客 其實現在呢 你們的港獨派說 哎呀香港港獨立 如果你說搞香港獨立 沒有自由行的話 現在就告訴你 全部死啊 港獨 你們說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就是要香港死 你們說為香港好 你說搞港獨 現在就是沒有了一整年的自由行 年幾的自由行 現在就告訴你海洋公園要跳樓 說要做本地客 但我覺得本地客也不知道怎麼做 好些是政府想的 但我是大陸人 如果要去海洋公園 一定要看海洋生態 我不會來香港 去珠海好過 不用裝簽名 即是呢 你們這些港獨派說 中國崩潰 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主要經濟體 是有正增長的 有2.3 是超出市場所預計的 當然啦 他說近幾十年都沒那麼差 七六年 之前就2.3 現在2.3真的很低 但是 在疫症之下 中國有2.3 很誇張 第四季6.5 是全球 是全球 在疫症之下 正常運行的經濟體 你搞什麼港獨呢 又說中國崩潰 唉 但是你和黃絲 你串去 又說 這個是暴政 暴政 有暴政 那個是美國 是中國 先說這麼多